現在市府積極爭取難進難出的直航班機 在日前就有包機首航從江蘇直飛高雄的155名遊客 觀光局副局長吳明昌表示 直航讓遊客變多也能增加他們在高雄的停留天數 期盼能夠藉此提升高雄的觀光商機 今天來了有130多位的旅客來到我們高雄 那我們都知道啊 我們現在大陸的觀光客來台灣旅遊非常多 那我們高雄是一直在努力爭取所有的路客從高雄進高雄出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南進南出或是南進北出 那這樣可以增加我們大陸的觀光客到我們高雄 就是停留的機會越多那對我們的觀光產值也非常的有幫助 來高雄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季節是最適合理由的 高雄的暖冬應該是在在世界這個大部分北方都是下水或是冬季的時候 那來高雄旅遊現在的氣氣是最適合的 在首航當天現場還有原住民舞蹈跟迎賓禮物來熱情迎接著155位的遊客 江蘇代表宋建國表示一踏到台灣溫暖的土地就感受到高雄人的熱情 希望這是個美好的台灣之旅 那麼我們從寒冷的冬天跨進了這個台灣 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們高雄人民的熱情 我們看到了少數民族的這樣的舞蹈 那麼我想從現在這一刻給我們155位來自於我們江蘇的各位遊客 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台灣方方面面給我們的一些幫助配合 也希望我們台灣我們的高雄把最美好的景點介紹給我們 多給我們一些景點 所以我們這一次來在這個地方只住兩個晚上 那麼王道的景點還不是很多很多 那麼希望高雄能夠開發出更多的景點 將我們的江蘇遊客 將我們大陸的所有遊客 能夠多留在我們的高雄 航空公司與旅遊業者合作 往後都會有美洲兩班南京直飛高雄的班機 觀光局也強調要將最好的高雄景點推薦給遊客 讓他們感受一下南部的熱情與溫暖 也希望能帶動高雄的觀光產業 記者郭俊庭 吳宇芳 高雄採訪報導